科技这边有在大陆这个肥沃的努力里面 真的就是上了一场好戏 各种不同玩家都在研究 很过瘾 真的很过瘾 7月14日 在北京的一场讲座上 京东云事业部副总裁 来自台湾的陈仲茹 向参加2019年暑假中华文化研习营的 台湾青年学子们 分享了自己在大陆互联网企业 打拼多年的经历与感悟 陈仲茹于2006年来到北京工作 曾在北京大学进修MBA 并在微软工作过约10年 于2018年加入京东 见证了大陆互联网行业的腾飞 他深刻感到移动互联网电商的发展 依托的是大数据 物联网 云计算 人工智能等技术 而这些技术在大陆拥有巨大的体量 和肥沃的土壤 因而让他流连忘返 我一旦进入这个领域 我为什么会说 我常会说我自己就回不去了 因为回到台湾没有这个体量 台湾没有这个体量 没有这个大数据 没有这个生态 来自台湾世新大学的陈同学 对此也深有感触 他说他在台湾就很喜欢用大陆的电商平台购物 他感到大陆互联网电商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我之前有用过淘宝 就是物品很多比在台湾用的任何购物网站的东西都还要多很多 而且下单其实蛮方便 都不会有那个缺货什么的 也很快速 而学习资讯管理专业的黄同学 则被陈仲如所描述的大陆互联网行业环境吸引 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觉得是可以来学习 因为我现在觉得说 学习这一块 这种经验还蛮特别 然后对什么东西都有用 在讲座的最后 陈仲如还勉励台湾学子们 多开拓眼界 多多合作 多多闯荡 他说 闯荡有闯荡的代价 也会有闯荡的收获